香港近年有不少结出的初创企业 他们得到支持发展公司的业务 我们今天就请来某法国的代表 Steven和一间初创公司的负责人Harris 和我们讲一下香港初创的前景和发展 Steven 你好 Harris 你好 Hello Tim 你好 Steven 其实近几年 香港也有不少的初创企业务器 我见到你们机构其实在支持初创方面 都不为余力 有不同的一些创业计划和比赛 可否也和我们讲一讲 为什么你们会这么支持和背景是怎样呢 其实我们某法局一直都很努力支持 香港的初创企业朋友他们去发展 亦都看到这一个热潮 现在很多朋友都投身进去 其实我们从2018年开始 已经开始了一个叫做创业快线的计划 主要就是帮一些初创的朋友 他们面对不少的痛点 比如说他们要怎样去认识多些朋友 增加人物 曝光 怎样去认知一些市场方面 其实我想都很需要在这方面的支援 基本上我们就透过这个活动去帮他们 在过去五届我们都很开心 亦都很成功地选出了50家这些初创的企业 亦都很多在市场中 你也认知是非常活跃的 有些亦都在国际上高的一些 科创的比赛里面都得奖 亦都找到一些海外的合作伙伴 甚至是引入一些新一轮的投资者 我们见到他们这么健康的成长 我们都很开心 所以未来都会更加积极 希望选出更多优秀的初创朋友 继续去支援他们 Steven 听说过去五年 你们都有一个计划和比赛 去帮助一些初创机构 在香港发展和冲出海外 要参加这个比赛有什么条件 顾名思义 我想初创朋友一定他们的商业 是需要有应用科技 其实都很简单 在香港注册 成立不超过五年 以及他们融资金额 是不超过一千万美金 我们都见到 在很多国界的朋友的参与 我相信未来都是 都是环绕很多不同类型的科技有关 我们见到应该可能会是 在web 3.0 说到sustainability 以及IB SKA 金融 艺术art tech chip tech 甚至ESG的范存 都有很多科创有关的朋友 会参与 现在已经解释报名了 在K&A 5月10日 就会截止报名 我希望各位朋友能够积极参与 我們會在7月4日真的有這個總選 到時會選出十位優秀的初床朋友 Paris,我知道當年你們也有參加這個比賽 還是其中十強之一,其中有得勝者 可否先說一下你們公司業務的範疇是做甚麼 可以,我們是一間人工智能的公司 專注在做建築檢測 簡單來說,我們透過用人工智能技術 一些工智能、大數據等技術 去幫助檢測建築的安全和可靠性 現在我們的業務除了在香港之外 其實我們都伸延到大灣區、海外市場 特別是澳洲、紐西蘭、加拿大、印度等等 當初為甚麼你們會參加這個比賽 對於你們來說有甚麼吸引性 其實因為Startup Express這個比賽 是成中業話和一個大型的比賽 我其實都參加了一段時間 但是透過這個比賽當中 其實我們都認識了很多不同的投資者 商界領袖 甚至是一些潛在的客戶 其實我覺得在這個比賽的過程當中 除了我們自己去refind自己 即是business model、revenue的model等等之外 其實令我們去跟一些業界的喬楚 即是他給一些評語給我們的時候 其實我們都有很多要再調整 去反思 以及及後比賽完了之後 都有很多的接觸 讓我們有很多機會去提升自己 Steven 剛才聽Harris說 他們是其中一個勝出的機構 我知道這個比賽最吸引的地方 就是有機構勝出之後 還有一連串的活動 幫助他們公司和事業的發展 是的 這些賽床朋友 尤其是我們優勝的隊伍 當然最重要是幫助他們 增加他們的人脈 曝光 以及讓他們了解市場和市場運作 所以我們會提供一系列的支援服務 包括我們會有一些不同的工作方 譬如他們想寫一個商業方案 那不同的市場應該如何針對他們 另外有一些考察給他們 特別是在大灣區的考察活動 對他們相當有益 另外我們也會扶持他們去參加海外的大型活動 甚至去參加一些國際性的比賽 以及我們也會幫他們的品牌做一些宣傳的推廣 這方面希望他們能夠增加曝光 但另一個很重要的就是那個Networking 如何建立那個人物 所以他們在這個創業快線的優勝之下 我們也會提供一些機會 讓他們和一些成中企業領袖 能夠有這個會面的機會 也會安排他們和一些投資者 直接去見面 甚至他們本身的項目 是否可以做到一些商貿的配對 那方面 而整年我們還有一個 是叫做start-up society 在這個線上的一個community 其實他們可以找很多不同的前輩 專家和大家做一些交流和分享 變成全方位去幫助他們 讓他們去認識市場和接觸更多的人物 Harris Tank Steven這麼說 勝出之後 有很多不同的連儲活動 幫助你們托闊市場 你參加這個比賽的時候 有沒有一些難忘的經歷 譬如比賽前要做pitching 有這麼多評判 有沒有一些難忘的經歷和我們分享一下 有 其實當年我們完成了比賽之後 貿發局很好的 即是資助我們去不同的地方去參展 譬如說我們那時去了Vegas 那個叫做CES 即是那個展覽 其實那是一個很大型的國際展覽 我們當地也認識了美國的一些投資者 以及一些合作夥伴 甚至是一些潛載客戶 以及也認識了一些partner 譬如我們怎樣跟他們對接 如果我們要落地美國或者北美的時候 我們怎樣可以去托展 其實我們就是因為那個展覽 我們現在及後我們在北美 都設定了一個點 即是辦公室 就開始已經在北美那裡有些練舞 我覺得透過這個比賽 不單止只是比賽那個時刻或者之前 其實是往後有很多follow up 即是TDC幫我們去托展人脈 跟很多不同商界的領袖去會面 甚至是去不同的地方參展 擴闊自己和那個視野 Steven 這個比賽其實都舉辦了這麼多年 每年參加的隊伍和公司都越來越多 競爭都越來越大 有沒有一些提示可以給一些有興趣 今屆參加的公司 他們有什麼條件滿足到的話 獲署的機會會比較大 好 我見到每年的參賽者都越來越踴躍 其實過去幾屆 甚至我見到一些參賽者 他們真的想到一些位置 是完全幫我們解決一些 我們日常生活上高應用 或者一些解決方案 我舉幾個例子 譬如我見到 有一些是跟食物科技的 有一些是新的素材 他們可以提出來 亦有些是跟電子商務有關的 旅遊科技的APP 甚至是跟環保有關的 甚至是一些外層圖外層 有一些建築物料 可以幫我們減低排放 我覺得很多方面 其實都是一些很新的技術 應用下去 所以接下來我們 除了十強我們會選出之外 亦都會加入了ESG的Awards 大家也會很關注 而且還會在網選 有一個我最喜愛的操場 這個優勝者 即是公司最好可以幫市場 解決一些痛點和問題 以及有一些ESG環保概念 Aversa 你參加完這個比賽之後 你們公司有什麼得著呢 其實透過這個比賽之後 其實我們也有很多不同的 跟傳媒的訪問 然後跟很多商界的領袖去接觸 有多了很多曝光的機會 還有就是在大灣區的拓展 其實我們現在都很anticipate 隨著現在疫情稍稍結束之後 其實我們現在會著力在大灣區發展 會跟當地和甚至政府 其實現在我們已經設定了一些行業標準 在大灣區裏面 希望透過這樣繼續去拓展 初創透過參加不同活動和比賽 獲得不同的支援 在不同方面都可以幫到業務發展 不過要在競爭激烈的情況下 突圍而出 企業需要有什麼條件呢? 下節回來再談 近年香港初創生態發展 越來越蓬勃 當中有不少創業家是年輕人 這一節繼續跟兩位嘉賓 Steven和Harris 談談初創可以怎樣保持優勢 繼續拓展業務 將生意越做越大 Steven 其實現在香港 真的有很多不少年輕人 都選擇創業 展開自己事業的路途 其實現在香港的創業生態環境是怎樣呢? 當然是相當之蓬勃 我們很高興看到 我們可以說創業的風潮 現在是越趨越成 其實我們有些新的數據 亦都是投資推廣署的 有一個條件的報告出了 相對最新的去年2022年 相對於2018年的時候 其實我們香港的初創企業的數字 近4000家 增加了52% 而在投入初創生態院工作的朋友 都不少 都有15000個 亦都是同樣地 增幅很大 都是超過50%多 我們看到大部分 當然有很多年輕人 他們都願意投身這個初創 裡面他們不同的領域都有 主要跟香港本身經濟命盟有關係 都相當之多 譬如金融、物流、供應鏈 甚至健康醫療各方面都有 所以都希望 我們本身有這個基礎優勢 都可以繼續發展 亦都可以見到 其實現在我們政府 都很大力地去推動 當然 在香港的創新科技發展南圖裡面 亦都說得很清楚 有一個四大發展方向 包括 就是要我們如何完善生態圈 亦都希望更加開創 鼓勵更加多人才 建立我們有更大的人才庫 以及如何融入我們這個 國家的發展大局 還有當然會更加積極去推動 數字經濟方面 在財政司司長的預算案 亦都有提到 超過有100億會投放在生物科技方面 推動 亦都有30億會投放在人工智能 而香港的 譬如我們的科技員 數碼港 他們都撥了7億下去 去支援初創 聽聽說 現在香港初創越來越蓬勃 對整個的初創生態圈有什麼好處 我想一路會希望 他們發展得越來越好 我想初創的朋友 他們在有這樣的優勢 好的條件發展之下 其實有時都會面對不同的挑戰 當然初創的朋友 大家都會覺得 要找客戶的信任不容易 亦都會面對幾強的競爭 以及成本上漲的問題 我想和大小企業都是類似的 但香港是有我們的優勢 譬如說我們在知識產權方面 九個保障 另外我們亦都是和國際市場 內地市場的接軌 變成在這裏又做這裏做的起點 亦都是相當之好 當然不少得 大家講錢 我們在香港 相信大家都供應 一個相當好的融資平台 所以在這裏 我覺得我們可以提供 一些很好的發展機會給他們 另外市場方面 我想大家可能都會說 積極或者容易發展嗎 大灣區市場 大家可以多點留意 我覺得那裏無論是技術 人才 各方面的資源配合 都會給初創的朋友 更加大的空間發展 剛才聽Steven說 其實香港現在的創業圈子 生態越來越豐盛 我知道其實你亦都是 在一個創業環境內成長 為何當日會選擇自己做生意創業呢 其實我在大學的時候 已經打算創業 畢業出來之後 其實都在不同的創業公司 初創的公司工作 整個過程好玩 但是都經歷了很多不同的艱辛 我們希望去 因為我本身都是從事電腦 人工智能 資訊科技這些工作 我們都想將自己學到的東西 可以大派洋場 因為我們公司是做一個人工智能的建築檢測 我們覺得這件事都頗有意思 可以幫到人 還有可以做到我們認為想做到的一些生意 所以我們一直投入下去 現在都差不多五年多 我聽這麼說其實你有一個非常初創者 需要擁有的心態 就是正面去面對 剛才你說其實你做生意的時候 是面對不同的挑戰和困難的 但我看到你回答的時候 都是笑容滿面的 可以跟我們分享一下 有什麼困難和挑戰令你很難忘的 經常都有 譬如說資金 資金經常都會很緊絕 另外就是人事 因為人事的變動都會大 我們其實要怎樣去 一方面又要訓練人 但另一方面又要有些才能維持 令到同事留在這裏的時候 他不單止是幫到公司 其實都相負相成 是他自己的personal development 亦都可以照顧到 所以其實在 還要加上一些生意的考慮 怎樣去拓展 所以其實很多這些 這樣不同的考量 不同的expect 要去轉下去 去知道發生什麼事 怎樣可以幫到同事 然後在公司上面 業務發展也可以加速等等 很多這樣的元素 所以做初創老闆其實很厲害 因為公司事務大小的問題 可能最後都要由老闆親自去解決 是的 Steven 這個比賽已經舉行到這麼多屆 其實越來越多的公司和機構參加 要在當中獲勝成為最終的十強 越來越不簡單 如果有公司想參加的話 其實有什麼條件可以令到他們 更容易在這個比賽中勝出呢 當然我們有一個評審的委員會 其實初創的朋友 去贏出來的 具表有很優秀的條件 最主要是他們的value proposition 價值主張整個企業的模式運作 他們可否去scale up 擴大到海外市場 他們的競爭力 究竟他們是否提供一些方案 改變我們傳統的營運模式 這些都是其中的一些條件 當然也要看看他們本身是否認知 他們的客群和他們的收入成績如何 另一樣很重要是他們的團隊 團隊的合作經驗 說起初創 一定要他們的科技應用方面 究竟擺放了多少 另外當然會看他們的ESG方面 和一些社會的貢獻 Harris和Tan Steven說 其實你們當年可以贏出這個比賽 真的不簡單 又要看業務的前景、營收、團隊 以及在ESG方面的貢獻 都集入很多條件 才可以獲獎勝出 如果現在有個朋友問你 Harris 我也想參加這個比賽 好像你這樣 拿了獎之後 有不同的對接 有更多的曝光機會 你有什麼寄予給他呢? 我覺得首先第一件事 一定要是解決到市場的痛點 即是現在我們去推出 或者develop的產品 一定要有一個 就是product market fit 這個是最核心最關鍵的 即是如果我們推出的產品 或者develop的這個產品 不是能夠完善的一個解決方案 哪怕之後你怎樣推銷 其實都很難 所以這一點是最重要 另一件事就是一個scalability 即是究竟我們這個方案 是不是能夠可以很有效地去拓展 令到不單止在本地市場 可以是scale去global market 這個也是一個很重要的考量點 我覺得那個考量 不是純粹是因為為了應付比賽 而是真的你去拓展 或者develop你自己的business的時候 這個是最關鍵 所以在整個過程當中 不停都要去 更加專注在自己的產品 專注研發 去令到可以更加 well developed 更加有多些完善的地方 Steven 你們機構 除了今次的比賽之外 還有沒有其他的支援 給一些創業者 好 其實我們一整年 都有很多活動 當然我們每年12月份 有創業日 其實會提到 會聚了很多不同 和給創業朋友 一些交流的不同的workshop 活動去幫助他們 另外我們也有一個 就是創業快線的國際編 我們有很多海外的合作夥伴 邀請他們去提名一些初創朋友 和我們香港的創業快線優勝者 大家交流和互碰 其實他們真的可以有很多不同的 新的方案想到出來 我們甚至成功地引進了一些海外的初創 落戶香港 我們覺得這個活動 都相當之有意義 另外當然我們有很多不同的 國際的商貿展覽 其中七個 我們也設立了我們的創業專區 在我們一些大型的國際展覽 例如我們的亞洲金融論壇 或者我們的亞洲醫療健康論壇 其實裏面都有創業區 甚至有環球的投資項目的 一個配對環節 去幫助我們香港的創業朋友 我們也會幫助他們 增加他們的宣傳機會 所以這裏是一個叫做創業新星 去介紹多一些成功好的故事 另外我們也有我們的TBOX 一整年都可以提供一些 無論是市場資訊 一些顧問的服務給他們 所以可以說一整年都有很多新的活動 當然我們還有一個 就是給一些初創朋友 可以跟一些科技的大公司合作 將他們的IP 即他們會提供一些IP 給一些初創朋友 他們去利用做一個行業 這個我們也叫做IP Hatch 就是一個知識產權的創業比賽 我們也會提供不同的平台 希望香港的創業朋友可以多些利用 將他們的發展能夠做得更加好 Harris 你們到Steven這麼多的支援 接下來公司有什麼業務上大計的發展 我們有幾個市場會發展 第一個就是北美市場 第二個就是澳洲、西蘭 以及大灣區、印度 分別就是我們現在在北美市場 我們開設了一個新的辦事處 有Sales Office 以及大灣區、印度都有的 現在我們在紐西蘭 多謝網法局的安排對接 我們就跟當地一個叫Stonewood Group的partner 一起去推廣我們現在的建築檢測業務 我們現在就希望可以今年繼續可以加深 在其他地方就是譬如說北美 我們會在當地找一些合作夥伴 繼續在那裡推銷 印度我們有一個小的Team 有Tech Team和Sales Office 在那裡會繼續推銷印度 以及照顧中東市場 希望先去印度 在大灣區我們就已經設定了一些行業的標準 跟當地的一些國資單位一起合作 希望可以一起在大灣區發展 今天多謝Harris和Steven的分享 也都希望Steven你們可以推出更多不同的活動和比賽 支持本地的初創事業發展 謝謝 謝謝 如果你們都喜歡這條片 就記得Like、Comment和Share 還要記得Subscribe我們的YouTube Channel 和Like我們的Facebook Page 還要按下旁邊的小鐘 就可以收到我們最新的資訊